叔 这是我们公司送您最新的养机 叔 我们这个手机可先进了 我来给你演示演示吧 他呀 带移动梦网 卫星定位 本机现在的位置是 北京市朝阳区大西洋进城 210楼 三楼 二楼 我不要手机 没人找我 我还找您呢 我给您找张像吧 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害怕手机呢 自然是因为吃过手机的苦 男人叫严守一 是友谊说一的节目主持人 这天出门忘带手机 开车的时候心不在焉 同事沸沫见状就知道他心里有鬼 担心哪个小三突然打电话 果不其然 小三五月真的给严守一打了电话 刚好被他妻子余文娟接到 五月一听是女的立马挂断电话 严守一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回家拿手机 发现妻子已经接了小三的电话 但严守一却不慌不忙地说 刚有一女的给你打电话 一听是我就把电话挂了 出版社张小全的学生 他怎么说话这么冲啊 你疯丫头说话没打没小 我走了 到电视台录完节目后 严守一又去参加了电视台组织的一个台词短讯班 专门给主持人授课的 沈雪是培训老师 不过很多主持人都是应付台里的考核 所以他们上课时都心不在焉 严守一更是当着老师的面丸手机 沈雪一气之下把他的手机丢进了垃圾桶 严守一则让沈雪把手机捡回来 沈雪一气之下离开了教室 老师都走了 来着学习的主持人也就纷纷离场 一个同事好心提醒严守一 玩笑开大 不过严守一一点也不慌 他独自留下向沈雪道歉 沈雪被严守一哄得破涕而笑 培训结束后 严守一和小三五约到野外约会 两人在车里做着不可描述的事 此时于文娟打来电话 问严守一在哪 严守一张嘴就是一通瞎话 说自己和沈雪在找吃饭的地方 为了不让人再打扰他的正经事 就把手机关机了 严守一不知道的是 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 会给自己找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在关机期间 严守一的堂哥给他打来电话 可电话关机了 于是堂哥就把电话打到于文娟这边 于文娟觉得是有蹊跷 刚刚明明还通过电话 他立马给严守一打电话 发现还真是关机了 然后他又给飞沫打电话 问他是不是和严守一在一起 严守一关机前没和飞沫通气 可飞沫毕竟是老江湖 一听不对劲 赶紧补上一句 对对对 我好像是听他说了一句 他要去开个什么回 啊 是 他在这啊 虽然有飞沫的解释 但于文娟还是觉得严守一有事 而飞沫赶紧打电话给严守一 发现他关机 只能丢下一句话 可五月忙完后 严守一开着车回家 为了不让车里有香水的味道 寒冬腊月的他愣是把所有车窗都打开 并把通话记录都给删了 确认身上没有香水位后 才赶进家门 可摆密一书 于文娟还是闻出了香水的味道 而严守一想着作案证据都被销毁 就打死不认账 就在此时 电话响起 原本严守一还很紧张 可看到是沸沫打来的 就放心地把手机递给妻子 谁知沸沫开口 就把于文娟问他的是说了出来 更尴尬的是五月发来短信 想看看他身上到底有什么 发现五月在严守一背上种下的草莓 这下证据确凿 严守一就算有十张嘴也解释不清了 这件事后 两人便离了婚 而严守一非常清楚 五月这种浴室只想到自己的女孩 只适合做情人 不适合做老婆 所以就算离了婚 他也没打算和五月结婚 反而觉得沈雪这样有时能替人着想的女人适合做老婆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这天严守一带着沸沫和沈雪一起回老家看奶奶 在火车上 五月突然打来电话 是 此时堂哥的电话响了 当时农村手机的普及率还非常低 只要有手机 不管距离有多近 就爱用电话聊上两句 这也代表农村的攀比之风正在悄然兴起 为了庆祝奶奶的寿辰 特地安排了一场酒席 沈雪一副孙媳妇的做派 人前人后的忙活着 还被河南的酒文化给灌醉了 奶奶看着乖巧懂事的沈雪还是蛮欢喜的 不过得知严守一和余文娟离婚后 气不打一处来 老人只认原配 严守一不要她 老人要她 奶奶准备任余文娟做孙女 因为她知道肯定是孙子有错在先 回到北京后 费莫给大家开会 严守一的电话突然响了 原来是五月找来 她声称自己不在台里 可她的宝马车出卖了她 这下是真忽悠不过去了 可费莫刚说几句 另外一个同事的电话又响了 她也是全程支支吾吾的应付着 而等她电话一挂 严守一就把这个同事的通话内容给演绎了一遍 开会的吧 对 说话不方便吧 啊 那我说你听 行 我想你了 哦 你想我吗 嗯 你昨天真坏 嗨 你亲我一下 嗯 那我亲你一下 听见了吗 开会呢 把手机都关上 认认真真听费老奖 要严肃 费莫被不停的电话打断十分气愤 突发奇想 不如做一期和手机有关的节目 我看我们就做一期这个样的节目就挺好的 就叫收机 你们这些收机里头 有好多不可告人的东西 在这个样子下去 这个收机就不是收机了 是啥 收累 是收累 这天 神写的 更是不想搭理他了 而神学有个翻眼手一包的习惯 回到家 给前妻的手机被他翻了出来 严守一说是费莫手机坏了 剧组给他买的新的 可一看款式就知道是给女性用的 严守一只好如实招了 听到严守一和前妻还有来往 神学虽然很生气 但也没有到决裂分手的地步 毕竟这是严守一也没想到 前妻一出院 就和大舅哥回南京老家休产假 严守一得知就准备送他们去机场 可前妻根本不搭理他 之后 严守一给母子俩寄过两次钱 都被退了回来 这天 严守一 费莫和神学三人在膝垫按摩 正聊着天 突然五月给严守一发来短信 直接把房间号发了过来 看到这条短信严守一又心动了 他熟练地删掉短信 并把手机调成了振动模式 然后若无其事地说 费莫很清楚严守一的心里有鬼 特意提醒他 接着五月打来电话 他装作没听见 暗角的小妹热心提醒 老板 你的手机在口袋里头震动 嗯 我说不让你照顾他们了吗 在严守一的一顿忽悠下 反而把神学说成了不通情达理 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余文娟之前的公司解体了 担心妹妹没有稳定的收入 大舅哥私下找到严守一 让他帮忙给余文娟找一个像样的工作 严守一第一时间想到让前妻进出版社工作 于是他找到在出版社上班的五月 让他和社长说说 吃饭的时候 神学跑来 严守一随口说社长有事提前走了 五月也很配合地说社长明天出差去西安 严守一以为这次做得天衣无缝 可回家的路上 神学还是说出了端仪 严守一说吃饭时是三人 可桌子上只有两副碗筷 严守一解释被服务员收走了 但作为戏剧院的老师 他听得出严守一台词里的不自信 不过严守一很快就反客为主地说 自己想找的是老婆 不是找间谍 说谎就是因为怕他起疑心 如果总是这样 以后更不敢说真话了 这话让神学反而有些心虚了 这天费莫的书即将出版 严守一打算接费莫一起去发布会 可费莫说什么也不让 直到严守一在停车场看到费莫和女学生亲密 才知道真相 于是就给费莫打电话 不让我接 原来是有人送 车不好 人好 一个学科研的研究事 说没说的 对我有些崇拜 费老一再教导我 麻烦 您这可是顶着麻烦上 严守一 贼人要好到 费莫的书是由伍岳所在的出版社发行的 所以发布会上伍岳成为了主持人 他的主持功夫确实不错 让现场的气氛十分活跃 发布会结束后 费莫和严守一聊了起来 费莫发现自己的老婆李艳儿和神学的联系越来越频繁 似乎两人已经结成了联盟 特意提醒严守一要注意 而此时 伍岳发来暧昧短信 要和他重温旧梦 此时大家都在酒店 但是十分方便 严守一没抵住诱惑 把费莫刚刚说的话完全抛在脑后 假装坐错电梯来到指定楼层 熟练地删掉短信 然后在大堂确认没有危险后 在手机开机状态下扣下电池 这样就能让电话不在服务区 接着大步走进518房间 可这次相约是伍岳精心设计的 他把两人的过程全部录音 还拍了照片存在手机里 他知道严守一不会娶他 但毕竟两人已经完了三年 而且 为了安排严守一前期到出版社工作 伍岳可是牺牲了自己的色相 所以他要谋求自己的前程 他用录音威胁严守一把 节目主持人的位置让给他 严守一听后没有立即表态 只是陷入沉默 这天 费莫的妻子李燕给严守一打电话 原来费莫的事也东窗事发了 李燕洗衣服时发现费莫的放开 而费莫谎称宾馆是开会用的 为了防止严守一串供 李燕故意说成别的酒店 结果谎言被戳穿了 来到费莫家 李燕哭哭啼啼地说 原来是个骗子 原形毕露 说话呀 都不窄词了 查我沙王聊个天 你就说我堕落 说什么 人生苦短 白聚过戏 你倒是不过戏了 你是指正正戏 什么美学研究生 不戏 你放心 李燕骂完后 被沈雪扶到房间 此时费莫委屈地向严守一解释 无悔呀 但是哪个有人相信呢 房间我是开了的 但是没有上街 该在咖啡厅坐而轮到 坐视有像 我心头一直在挣扎 还是怕麻烦 二十多年都睡在一张床 确实有点森美疲劳 费莫不经感慨 还是农业时代好呀 那时候交通通讯都不发达 进京赶考几年不回 回来以后说啥都是成立的 现在都因为手机 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太近了 近得让人都喘不过气来了 经过这件事后 沈雪觉得严守一和费莫关系那么好 一网两人之间肯定互相没少打掩护 而最近电话总是打不通 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严守一为了自证清白 把手机交给沈雪 然后摔门而去 严守一这么做赌的就是沈雪不会去查 但她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导致在录制节目时 心不在焉 屡屡犯错 此时她的手机就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沈雪还真没让她失望 她跟李燕到电信局查看 严守一的通话记录 发现五月的号码 回到家 正巧五月发来短信 发来的正是他们两人劲爆的照片 严守一看到照片后 没有避重就轻 而是把自己描述成惨遭讹诈的受害者 此时 于文坚来变 告知她奶奶病危的消息 严守一急忙赶回老家 而沈雪点燃蜡烛 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那就是结束两人的关系 严守一赶到老家时 奶奶已经过世 在烧纸的时候 严守一把自己的手机也扔了进去 回到北京后 严守一再也不用手机 后来嗓子沙哑了一段时间 五月就取代了她的位置 最后严守一的侄女给她送来一款新手机 而就是因为手机 让她失去了心爱的人 所以她现在十分害怕手机 更别说这个自带定位功能的手机 影片 手机 于2003年上映 距今也有19年的时间 从手机的角度讲 现在来看是有点过时 毕竟电影里的手机 和现在的手机相比就像玩具 同样电影里手机所惹出的麻烦换到现在 可以靠技术规避 但问题根本不是手机的问题 而是人的欲望 欲望没有时代性 它是永恒的主题 刑法上有个观点 技术无罪 所以我们害怕的不应该是手机 而是人